尊重郭先生的最卖力的 最起劲的 有些可能是拿了他钱的那些人 应该说是郭文贵以后起诉的 最主要的对象 为戳窗郭文贵先生的谣言 博迅决定启动诉讼成绪 依法扣考郭文贵 那么就过于爆料的这场 我们说闹剧也好 这场革命也罢 应该说已经接近尾声了